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急忙就要报案 行长是大手一挥说 等等 于是交头接耳了一番 那么当晚新闻出来了 报道银行被抢了一个亿 行长看到后激动地对主任说 哎哟 终于把这窟窿给补上了 那么劫匪那边数来数去却只有两千万 那老大就骂到了 靠 老子拼了一条命他抢了两千万 行长动动手指头就赚了八千万 怎么样 看到这条短信 你有什么感想吗 可能您会说了 这行长比的劫匪还狠呢 不过呢 我想说的是 透过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 新闻呢 有时候说的 还真不是事情的真相 比如911吧 现在过去已经整整十年了 但是却不断有越来越惊人的内幕爆章 最近就有一个猛要 说在911惨案中 五角大楼其实是被美国人自己的导弹击中 这绝对是一个重磅大楼 如果是真的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这911的真相 到底是不是也和这个抢银行事件一样 自以为得逞的劫匪本拉登 实际上却是钻进了 美国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骨头技 而作为行长之类的美国人 到底又掩盖了多少真相 事情呢还是先从这个五角大楼的爆料说起 据国外媒体2011年8月30号报道 美国新闻工作者近日透露 一些泄露的这个录像显示 911事件发生当天 迹击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事 巡航导弹而不是飞机 怎么样 勾劲报吧 您可先别说这是胡说八道 它的证据 那可是美国政府自己公布的视频画面 那么从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个白色飞行物高速击中了五角大楼 随后发生了爆炸 冒出了滚滚的面 那么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这个白色飞行物 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是官方所说的 是被恐怖分子结识的美航77号航班吗 由于这些画面比较模糊 难以判断 我们先假设是飞机 那有媒体呢 就电脑模拟了这个飞机撞击的过程 按照常识来看呢 当机翼撞上箭筑的时候 断裂掉落那是必然 不过从事后美国政府公布的照片看 却没有任何飞机机翼的痕迹 不仅如此 当天呢 现场的美国记者还透露 方圆一英里之内 根本就没有任何飞机的侧带 还有一段视频显示 在撞击五角大楼之前 飞行物还超低空飞行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这还不错 他还做了一个高难度的转弯 那么至于这个难度有多高呢 高难的让这个美国空军顶尖的飞行员 那都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都无法这样控制飞机 撞击一段距离 博银公司的工程师也表示 飞机不可能飞那么快 那么低 做那些转弯的动作 这就奇怪了 我们知道 911所有的劫机者 那都只是受了一些简单的飞行培训 这也就是说 那个白色飞行物是飞机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那么 它又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 巡航导弹 据目击者CNN的资深记者 麦克沃特证实 他看到了一个长翅膀的巡航导弹飞向了 5脚大楼 看样子 这个白色飞行物是导弹那是没跑了 不过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个导弹是谁发射的呢 真正的美航77号航班 又到哪里去了呢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其实不难 你想 就算这个本拉登你再厉害 他也只能搞搞告诈 搞搞这偷袭 可是要说把这个巡航导弹 偷偷给运到美国 还顺利发射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第二个问题呢 还是那句老话 再狡猾的伪装 还是会露马脚的 咱们再仔细的来看这段视频 很明显 在白色飞行物前方 有一个明显的发光物 美国媒体就怀疑 这个发光物 才是真正的是 被劫持的美航77号航班 如果真相 真的是这样 那么美国人 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呢 有人就推测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原来美军看到飞机被劫持了 很快就发射了一枚导弹 向中途把飞机给拦截下来 没想到导弹 它没那么乖 不仅没有击中目标 还静止就飞向了五角大楼 这可怎么办呢 那说出去 美国人这脸可丢不起啊 于是美国的行长主任之流 就动起了脑子 这不是有现成的替罪羊吗 于是新闻就出来 全世界人们都知道 拉登不仅炸掉了世贸大厦 还对美国国防部都说 这简直就是拔老虎的呼吁啊 我来打你个笨拉登 也就顺利成长 那么 这到底是不是911的真相呢 这个恐怕还得争论很久 不过呢 从美国人一贯的作风来看 我感觉可信度那是相当的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 美国人历来那就是撒谎的高高声 别的不提啊 就说咱们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 1999年发生的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那本来就是美国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轰炸 结果呢 他们却狡辩说是物诈 纯属意外 好在俗话说的是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摸为 911同样也是这样 十年来 美国本土就有很多坚持真理的民间人士 为世人揭示了很多911的惊人力 他们甚至言之凿凿的说 其实世贸大厦也是美国政府自己炸掉的 那么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911五角大楼被袭击 竟然是美国军方的大乌龙 原本拦截飞机的导弹 却飞向了美国自家的后院 震惊世界的911居然演变成了一桩降货栽赃案 而不断被记录的种种疑点 又预示着911到底还有多少内容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经典传奇 恐怖的大亨 I want justice There's an old poster out west that said wanted 他上报纸头条的次数比本拉登还多 本周一至周五中午十二点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今世残案之阴谋 你真相 上届说道 有人怀疑世贸大厦双塔也是美国人自己炸掉的 那么这是真的吗 其实美国官方关于911的说法一直就受到了很多质疑 很多人指出美国是有大把的机会阻止911惨案发生的 比如早在1995年 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搞到过一个笔记本电脑 看到了一个叫波金卡计划的文档 那么其中就有911事件的原始难度 知道了恐怖分子打算在美国东西两岸一共劫持十架大型飞机 其中九架分别撞向东西两岸的目标 那么这些目标除了世贸大厦双塔 五角大楼外 还有国会山 白宫 中央情报局 CIA的九部 联邦调查局 FBI 几处核电站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最高的建议 还有 就在2001年的7月11号 美国一名特工还写了一封报告 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小组 报告说那几年 本拉登可能动用了一些手段 把一些学生送到了美国民航学校学习飞行 同样 高层还是对这份报告争议之言必语 那么后来的调查表明 911的劫机者正是这样在FBI的眼皮子底下学的飞行机 后来911调查委员会又解密了一份 令民众非常生气的总统简报 是2001年的8月提交给时任总统小布什的 标题是 本拉登决议在美国发动袭击 第一条就是 本拉登的追随者们将会以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者约瑟夫为把揚 给美国带着战斗 最后一条 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显示 在美国恐怖袭击往往与劫机有关 怎么样 我们在感叹美国特工厉害的同时 是不是也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了呢 难道美国人玩的就是猫抓老鼠的一些 就在911前夜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部门又截获了一次电话通话 通话的双方正是911的直接策划者和执行人哈利德和阿塔 电话里面阿塔对哈利德说了三句话 一根棒棒糖 一根鞭子 两根树枝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一听自然就知道 那不就代表911吗 如果说 刚才说的这些个疑点 还是根据官方解密的文件来推测的话 那么911前 发生在世贸中心的一些诡异事件 更是让整个911变得越发的疑运冲突 怎么回事呢 根据一些幸存者的回忆 其实911发生前 世贸中心就发生了严重的闹鬼事件 在911事件发生的四到六周之前 我发现楼上好像是在装修 98层原来的住户 爱恩公司搬走了 接下来那里就一直空着 可是我发现上面有很多重型机械在作业 像启动钻孔一样 施工进行的动作很大 甚至连楼板都在震动 由此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厉害了 我感觉好像有很重的物体在移动 然后它好像被卸掉了轮子 接着就听到了砰的一声 我们脚下的楼层都开始晃动 可见这东西有多重 有一次出于好奇 我打开门想看看究竟 等我打开门时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东西都没有 真的很奇怪 里面完全是空的 甚至看不到垂挂在天花板上的线缆 可是我敢肯定 那里确实传出了很重的声音 真的很奇怪 什么都没有 空房子里面居然发出了 那么奇怪的响动 这难道是在闹鬼 别急 怪事还没完 就在911一周前 大楼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了 大量的灰尘 就在灾难发生的一周前 我每天早上 七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都能看到很多灰尘 简直脏得不行 我必须清早才行 比如包暖气的装饰盒 还有窗檐上都积了厚厚的灰尘 那场面简直就好像好久没打扫一样 这些现象在911的一周前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 这些灰尘是从哪来的呢 是啊 这确实是很奇怪 要知道世贸大厦那可是钢结构的建筑 这平白无故地冒出这么多的灰尘 很诡异 再到911发生的过程中 诡异的事情还在发生 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最后一名幸存者威廉 爬上楼梯去救人的时候 他又遇到了一件怪事 当我到达33层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里面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当时34层是空着的 里面没有任何墙体 它正在施工 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却听到重型设备在移动的声音 那听起来 就好像带着金属轮子的垃圾箱在四处移动 我当时吓了一跳 因为这层楼是空的 里面根本不可能有人 当然电梯也不会在那停 除非你有特殊钥匙 才能打开34层的大门 为了消除自己心里的疑惑 我上上下下从那个楼层过了好几遍 并试图打开34层的大门 遗憾的是 威廉还是没能打开34层的大门 而且当时的情景呢 也不允许他继续为34层的怪事所困扰 那么这种种诡异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世贸大厦真的在闹鬼 要我说呀 鬼应该是闹的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 这鬼很可能就是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又不得不说到 关于世贸大厦本身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世贸双塔那是纽约的标志企业 虽然被看作是权力和胜利的象征 但事实上呢 他们却是纽约港务局的恢复大 每年港务局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 来装备最基本的水电下水道 甚至氧气供应社 而且在911前几年呢 双塔的出租率开始持续下滑 此外还不得不提了一个喜 那就是2001年的春天 一位具有国际政治背景的房地产大亨拉里 获得了对世贸中心99年的成租权 整个夏天 他都在为自己的这份新资产保险而保密 确保保单中涉及恐怖袭击一下 而911事件之后 拉里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他指出恐怖分子的两架飞机造成了两次灾难 而不是一次要求获得两倍的保险最高赔偿 结果他最终获得了八十亿美元的资产 你要知道呢 他最初投入的资本呢 才区区的一千四百万美元 而且拉里是在灾难发生的六周前 还正式接手世贸中心管理的资本 而这也恰恰是这些怪事开始发生的事情 讲到这儿啊 可能您就要想了 难道是这个叫拉里的商人 他建材起黑心 才自编自导了这么一出 好去讹诈这个保险公司的钱 要说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身边那也是实有发生 不过对于世贸大厦 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他是美国人的骄傲 没有政府的默许 你拉里即使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对他下这样的黑手吧 不过根据后来的调查 事情呢还真是越来越复杂 牵扯到的人 那也越来越大牌了 他是谁呢 诶 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表弟 原来负责世贸大厦电子保安服务的 这个保安公司负责人 他不是别人 恰恰是总统的表弟沃特沃克三世 从1996年到2000年 这个保安公司就一直在世贸大厦内 安装了所谓的新安全系 耐人寻味 这些情况始终没有对人公开 而且蹊跷的是 911事件发生前的那个周末 世贸大楼居然出现了停电 港口管理局提前三周通知我们说 大楼要拉闸停电 停电意味着在那个周末 大楼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所有大门基本都是敞开的 另外安全摄像头也无法工作 不过我看到一些身穿工作服的人 抱着巨大的箱子和许多电缆 在大楼里面走动 所有电力都被切断了 一旦停电就意味着所有安全系统都不管用了 包括安全门等等 也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大楼 并且随意安装任何东西 幸运的是 斯科特9月11日刚好回家休息 当天早上呢 当他看到大楼摊 他的这个情景时呢 他很肯定地说 这一切和神秘的停电脱不了干系 此外 还有一些爆料不由地让人浮想言评 比如 一个叫本方丹的人呢 他就提到 在911之前 双踏就接到了神秘疏散的名誉 还有人说 大楼内的保安警告系 在五天前居然被莫名其妙地拆除了 而能够袖出炸弹的警犬 也被调离了港 看样子 911绝非恐怖袭击那么简单 那么 他的终极真相 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本拉登是在美国人眼皮底下策划的911 那么 美国人到底是欲擒故纵 还是另有符谋呢 而911前逐步升级的各种诡异事件 又想揭示出怎样的终极真相 清点传奇 正在 被调离 上节我们说到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人不仅早就知道了拉登的911计划 而且呢还悄无声息的在世贸大厦双塔上 做足了手脚 那么又有什么样的铁的证据能够证明 世贸大厦双塔的倒塌 其实就是美国人自己的解作呢 真相还得从世贸大厦双塔倒塌的过程中去寻找 根据美国官方的描述 也就是世人所知道的原因 那就是飞机撞击大楼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随后引起大火 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在短短10秒内 110层高的大楼轰然到它 化成了灰飞 但是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 首先 我们来看看撞向世贸大厦的飞机 到底能不能导致大楼的倒塌 根据世贸双塔设计师的透露 实际上 双塔在设计初期就考虑到了高空撞击的可 我们考虑到 可机是当时最大的机型 它可以低空 低速 远距离飞行 我们设计的世贸双塔 能够承受一架波音707 从各个方向的撞击 按照最初的设计 世贸双塔能够承受一架满载的 波音707客机的撞击 这可是当时最大的机型 我相信世贸大楼能够承受多个喷气式客机的撞击 因为它的结构就像 就像你家屏蔽门上的防纹网 是密集的网格结构 而喷气式客机就像一根铅笔 你把它直接插进去 也根本不会影响到整个网格的结构 相比波音707来说 波音767不仅体积上更小型 而且因为客机通常只是携带飞行所需的燃油量 那么所以被劫使的飞机撞向双塔所产生的冲击力 根本就在双塔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官方所谓的大火能不能引起双子塔的倒塌 我们知道世贸双塔是钢结构建筑 而事实上历史上从未有过钢结构建筑 会因为大火燃烧而倒塌的陷 直到最近我才听说像这样一座钢结构建筑 居然因为火灾而倒塌了 同样是世贸大厦的北塔 1975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 大火燃烧了整整三个小时 火焰蔓延到了很多的楼层 它燃烧的时间是911大火的两倍 可是却没有出现任何倒塌的迹象 更是无前例的大火发生在2005年2月 西班牙满得里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 突然发生了火灾 大火呢持续燃烧了20个小时 这就是灾后的发明 仍旧矗立的大楼足以支撑一台台吊 也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911世贸霜塔倒塌的真相 的确燃烧了20个小时的大火 大楼仍然傲然一力 而世贸霜塔仅仅冒了90分钟的浓烟 却已经轰然倒塌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同样是大的差距 咋就那么大呢 这样看来飞机的撞击和大火都不足以造成世贸霜塔的倒塌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 世贸霜塔直接向下坍塌 出现这种现象必须是各楼层的立柱同时碎裂 另外建筑其实是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向下坍塌 这意味着上层楼层没有遭遇到任何阻力 而这只有高能炸药按照特定顺序爆炸才行 事实上钢柱碎裂 昏泥土结构变成了积粉 两座大楼已经无自由落体的速度直接下降 唯一的解释就是大楼受到了某种比烈火 和重力更强大的力量 那么根据这个科学的原理来计算 110层高的大楼 要实现各层楼的粉化和完全的塌落 至少需要96秒钟的时间 而对于世贸双坛来说 由于各个楼层会产生阻力 因此倒塌永远都不会加速下落 因此它们倒塌的时间 也绝对不可能是区区的10秒 对于双塔倒塌这个不合科学原理的现象 专家认为那只有某种高能炸药才能做到 所有科学家也都认为 大火产生的热量不足以融化钢铁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融化的金属呢 这是使用高温炸药 比如铝热剂的直接证据 铝热剂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可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军用高能炸药 短短两秒之内就能够达到摄氏2480多度 那么有没有证据说世贸大厦中使用过这种炸药呢 专家解释铝热剂的一个产物那就是融化钢铁 而让我们不得不产生联想的事物 在双塔地下室里面都出现了融化的钢铁 铝热反应的第二个产物那就是氧化铝 它外在的表现为白色的烟 我们再来仔细地看看 南塔81层向外喷出的明亮物质 还有大楼基座上出现的白色烟雾 这会不会就是铝热反应的产物 氧化铝呢 怎么样 讲到这真相是不是昭然若揭了呢 再联系到之前我们所提到的 发生在911前的发生的一系列的怪事 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推论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吗 那就是美国政府也许早就知道 奔拉登在9月11号那天会发动袭击 于是呢 他们就提前布好了一个今天的大局 王本来就因为亏损而要重建的这个世贸大厦里面呢 埋上了很多的高能炸药 911那天终于打了 恐怖分子也如期在美国保安系统的这个配合下 劫持上了飞机 并朝这无辜的大楼和人们冲了过去 这时候呢 躲在某处等候多时的神秘人物 一按手上的按钮 于是轰的一声楼脑 白宫当晚就决定要推翻伊拉克政权 并以此为契机 宣布以反恐为名 指导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老巢 这到底会不会是911的终极真相 这时候同意也希望不是 但很不幸的是 911后美国的行动 比如攻打伊拉克 推翻了不听话的萨达姆 出兵阿富汗 教训了塔利班 还绞杀了赶在太岁头上 动土的弹发灯 一切似乎都在证明 这也许就是911的真相 至于在911中那些不幸遇难的人们 就像所有的苦肉计 都得有人牺牲 他们的命运 也许早就被人决定 但愿他们在地上 安息